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端27日 亚洲区劲爆几锦 郭爱伦陀罗上篮 澳洲汉匠 鲍利反空 时长约48秒 腾讯体育7月28日选48场比赛 三个窗口期 历时9个月的时间 2019年 南兰亚洲区制育赛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 16支球队已经缩减到了12支 有5名顶尖的得分手 在比赛中有着非常注册的发挥 一 梅菲尔的伊拉克6场比赛 共得到117分 梅菲尔德是亚洲顶尖的后卫 在进攻端于取于球 6场是预赛一共砍下117分 场均19.5分 而梅菲尔德的能力 绝不仅仅是体现在得分上 他场均同样能够贡献8.8个篮板5.3次入攻 效率只达到加19.7 而达克尔约旦六场比赛 共得到116分 达克尔是约旦能够获得C组第一的重要因素 证明身高1.9米的得分后卫 每场比赛 都能拿到两位数的得分 而且场均能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63.4%的2分球命中率 相信达克尔能够率领约旦在第二阶段取得好成绩 三 拉特利夫韩国四场比赛共得到110分 拉特利夫虽然只打了四场是预算 但是却令韩国队的内线进攻难以阻挡 在第二个窗口期里 拉特利夫由于一头内线的拒手 场均可以卡下27.5分和12.3个篮板 对阵中国香港队 拉特利夫狂慨43分 创下了目前试语赛单场最高的得分记录 四 比江导选日本六场比赛共得到97分 日本队的试语赛开局非常糟糕 前四场比赛全部失利 但是寇美比江导选的表现却不容忽视 场均27分钟的时间里 他能够贡献是6.2分 效率直高达加20.8 比江导选的最高分是在与菲律宾的比赛中拿到的 他砍下23分 命中率超过了75% 5 萨德卡塔尔六场比赛共得到97分 卡塔尔之所以能够利亚伊拉克从小鼠中出现 萨德场均16.2分不容忽视 他虽然仅有22岁 但是却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不过萨德的远投命中率仅有2%30投6中 大球命中率也只有625%法15中 毫无疑问 萨德只能位列亚洲希望之星的第二梯队 萨德亚需要库方向 萨德